今天和大家学习的是石柳扦插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大支条扦插法 选择一年生或二年生的健壮支条 粗度至少在0.5厘米以上 这种支条比较容易成活 支条的修剪一般在10至15厘米最好 插条的下端剪成斜形 增大剪口和扦插土壤的接触面 这利于伤口愈合 萌发根系 扦插的土壤是用70%的花园土和30%堆肥混合成 扦插前把修剪好的枝条沾上姜黄粉 姜黄粉可以有效防止各种细菌和真菌疾病的产生 还能加速植物伤口的愈合过程 促进根系的长出 扦插完成后就浇上水 第一次尽量浇透 然后放在阴凉通风有散光的地方 各地气候不一样 早晚气温相差大的地区 可以加盖塑料瓶 造个小温室 18天后 枝条已经长出新的枝叶 挖出看看是否长有根系 根系还健壮 石榴扦插一般是15至30天内基本生根 现在介绍石榴扦插第二种方法 也是嫩枝扦插 扦插土壤是用泥炭土和河沙各占一半混合而成 扦插的枝条必须采用一年生的还没有木质化的枝条 也就是差不多有木质化迹象的枝条 也不能太难 这条扦插前我们还要把多余的叶子撕去 为什么要用手撕 而不用剪刀剪 这也是关键之处 用手撕叶子时能撕裂枝条伤口 方便根系长出 整理好枝条就直接可以扦插进土里 可用塑料袋盖好培育碑 但不需要风湿 培育碑一般放在阴凉通风 有散光的地方 早上最好见一个小时的太阳 石榴对水分的要求很严格 养殖过程中要掌握好胶水的量 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 石榴是洗肥的植物 后期养殖10每个月要给蜘蛛狮一次肥 石榴数千差繁殖的时间 一年中除了冬季不宜采用千差繁殖之外 其余的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进行千差繁殖 最常见的是春季四月前后 夏秋季节的六七十月三个月份千差的较多 今天就学习到这 喜欢就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